8月5日內蒙古人大會議接受布小林辭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職務的請求 由王麗霞任來蒙古自治區副主席代理主席 近日中共司法部官網部領導介紹一欄更新信息 顯示袁柱宏不再擔任司法部黨組書記職務 由唐一軍接任司法部黨組書記 部長袁柱宏的職務目前顯示為副部長 目前各方消息說布小林 袁柱宏因為健康出問題去職 今年1月26日網絡傳出的內蒙古電視台直播畫面顯示 內蒙古自治區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式上 布小林正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期間突然聞到 香港《明報》8月5日的署名評論文章表示 對高官身體健康問題大陸一向為莫如深 甚至視為國家機密 所以布小林雲島主席台如果不是電視實況轉播 恐怕不會有太多人知曉 這件事在官方媒體甚至大陸網上 至今也搜索不到 而袁柱宏最後一次現身是去年12月主持 中共司法部黨建會議 文章表示他隱身半年多 全是健康出問題 文章認為報完兩人去職 都是因為疾病的原因 反映中共中央對高官健康問題 似有新取態 譬如去年12月去世的中共應急管理部部長 黨委副書記黃玉浦 他自從2018年上任後就很少公開露面 他避傳患癌多年 職務一直由黨組書記黃明主持 傳患癌多年 在這裡的零件中央 一旦 有十分簡單的 我們在這裡的前方 提到 發生在這個 這次的東西 有十分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